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很多喔 我是埃子 腳好大了 2009年出道 14年前 對 現在幾歲 現在已經14歲 14歲用乙巾喔 這位阿姨已經34歲 等一下只有14歲 跑到有定點的時候就跳到席裡面 冬天啊 就很冷 包那個保鮮膜 那好酥喔 那很不舒服 而且因為換靜位 所以妳要重複跑 重複跳 真的很冷 我往河裡面倒 撞到我的腰這邊 我趕快腳也擦小的時候就暈過去了 這真的太恐怖 媽媽心疼死了 媽媽也哭得很慘 我說我不管啦 妳這次就這樣給我雙倍的錢啦 不管啦 對 真的 歡迎收看小明星 親愛的 妳當年只有這麼小一點點 妳現在已經是大孩子了 新長大了 好可愛 佩潔 7歲就出道了 你好… 距離現在有多久出道 沒有很久啊 10多年而已嘛 爸 愛你… 那時候拍了150支廣告 20年前啊 20幾 30 30 人家現在都結婚了 對… 演過很多戲啊 拍過150支廣告啊 對 超猛的耶 然後戲劇差不多有70幾部 70 然後這邊只是稍微列出一些 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最新的是《牆威之戀》 最舊以前是我小時候有看的 《施工奇案》 妳有看 我有看《施工奇案》啊 對啊 對 我都很尊敬他的 因為他們是爸爸的朋友 我爸爸的朋友 真的啊 他們差不多時期 資歷差不多生 同時出道的 對… 大前輩 30年前啊… 30年了 因為我拍過小陽哥爸爸的戲 然後每次小陽哥看到我都說 爸爸的朋友妳 爸爸的朋友妳 當年是為什麼想要進入到 這個同性的行業 對啊 年紀那麼小 我小時候我記得那個 日本安達又是很紅耶 對 也是年紀大大的 對 又有一個戲是 無家可歸的小孩 所以他們都給我設定 把兩個辮子 對 有點像耶 然後戴一個歪帽子 然後就一開始都是那種 小乞丐啊 很可憐的東西 無家可歸 小時候看到像妳妳知道 我就撿回來養了 真的耶 太可愛了 小時候… 真不錯 你看 今天我們二 二 四 五 這個五位 他們跟妳一樣都同心出道 是 我們要來看看 什麼叫做小時聊聊 不是 不是 是跟他們從小 看到現在 然後他們都長大了 請他們一起來聊聊好不好 好 先介紹第一位艾子 六歲出道 她演過的科多了 大小姐那知道啊 1 2 3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子 好久不見了 好大了 妳現在幾歲 大小姐那時候 現在20歲 幾年前啊 那幾年前 14年前 2009年出道的 2009 14年 對 14年前啊 對啊 不得了 你看 歲月 那時候還唱歌 然後跟趙璇 對 跟趙璇一起 另外一位跑去哪了 還在啊 還在… 她還是有要演戲跟什麼 她好像也是往這個方向 也有是啊 繼續努力 歡迎妳 好吧 第二位吳以涵 她4歲就出道了 孫女養成記 大家都認識她的小佳麟啦 終極惡女 1 2 3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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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演這個戲是2014 對… 那個時候出道嘛 那時候是跟耿如 對嗎 這其實我也忘了 因為這是我第一步 誰啊 當時才4歲啊 大概5歲…左右 5歲 對啊 然後泡花蝦也有 當然最近大家最熟悉 就俗女養成記 小佳麟 演泡花蝦會講閩南語耶 對啊 我也 她會啦 俗女她也是講台語 對啦 在台灣總是閩南語 還是要學一下 歡迎再來第三位 富賢 十歲出道 這個應該都有印象了 十歲 當時十歲嘛 有沒有 對…跟現在可能長得就差不多了 命中注定完 1 2 3 嗨 完全認不得耶 帥哥… 我完全認不得 你好 妳好 大家好 嗨 我是富賢浩 富賢浩 是… 現在幾歲了 可能尷尬 我現在25 出社會了… 對… 等一下也請他們來聊一聊 當時出道的狀態好不好 好奇怪耶 他們是同時 朱宥辰五歲出道 參與了七歲 華燈出場 那很新啊 華燈… 那很新啊 對不對 最久以前 我的寶貝四千金 2014年 朱宥辰 嗨 大家好 我是朱宥辰 你是宥辰啊 對 歡迎… 你好 這個最久5歲 現在幾歲 現在已經14歲了 14歲用已經喔 你現在14歲 對 現在14 這位阿姨已經上14歲 不要這樣 14歲而已啦 歡迎… 再來是鄧雲霆 兩歲怎麼出道 兩歲 他也是演命中注定我啊 對啊 下一站幸福非常有名 好 時間請 1 2 3 雲霆 大家好 我是鄧雲霆 小時候跟長大差滿多 完全不一樣 沒有…因為他剛剛那個工作人員 有道歉 就是說真的找不到他那張照片 對啊 因為他們說 就只有這張看起來比較小 其實他都是長大一點的 對 而且那個雲霆有演過我小時候耶 對啊 在哪部戲 在紫色大道車 對 當年為什麼有這個機會出道 愛著 大家應該都不太一樣 對 6歲為什麼 大小姐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5歲的時候 參加選秀節目 然後就是也是碰碰運氣這樣子 5歲就參加選秀節目 壓力很大耶 媽呀 那時候只是一個興趣 然後爸爸媽媽想說 那麼多厲害的參賽者 然後想說回家好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比賽待完 然後回家之後 然後就接到那個製作單位打來 就說可以來台北比賽這樣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所以那個時候 本來就是要選成團體的嗎 不是 是早安少女組的 是日本的 5歲要早安少女組 這麼小 5歲應該早安泡哪一組吧 對啊 語涵4歲出道 當時是什麼 被推入了 沒有 我其實有點忘記 但我記得是姻緣際回 我覺得好像剛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是有去拍一些廣告 或者是一些雜誌之類的 然後就大家就發現 我不會怕鏡頭 就從小遇到鏡頭 就會這樣子 這是真的… 對 然後就大家可能也覺得我很可愛 然後比較好受控之類的 對 童心一定要受控 對 不受控頭最痛了嘛 寵物小愛 對啊 靈眼寵物還有小朋友 都是讓那個導演最容易中風的 三元素 沒有啊 你要化為機為轉機 對 靈眼有如花靈眼嘛 對 他也可以很受控 怎麼告訴他什麼 他都沒有辦法 這樣好了 你戴了耳機 每一次憲哥說了什麼 你就照著說 我帶一顆星 你看就紅了一顆 沒錯… 是不是這樣 很重要 妳咧 10歲 也有拍戲 你唐妹是誰 佩慈 副佩慈 她有拍過那個 也是滿紅的小童心 對… 後來就是因為她有拍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一起 就一起拍了這樣 也就是真的都是因緣際會 對 真的就是一帶過來 難不成童心是自己追求的嗎 佑誠呢 五歲出道 對 我很小的時候 就是可能剛會說話的時候 就是一個表演欲很強的人 所以就會一直跟我媽吵說 我想要上電視 我想要進去電視裡面 連那個看到街頭藝人在表演 我拉拉我媽 我媽以為要 以為我要跟她拿錢 對 妳跟她拿錢 跟她拿錢去給街頭藝人 跟媽媽拿錢啦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真的嗎 對 小時候的表演欲就是那麼強 這個陣頭我小時候也有 很可怕 小時候也很愛表演 超恐怖的喔 有客人到家裡來他就躲起來 我心裡想怎麼這麼內向這樣 對…躲起來 啪啪… 然後叫我去旁邊 我說幹嘛… 外面有客人 快點啦 對 對 等一下隆重介紹 不然我沒有 我是躲在幕後的 歡迎小公主Sandy 然後再講說哈囉 大家好 我是Sandy 吳珊如 接下來要帶來的是 蝴蝶 然後就開始吃茶 然後大人就會很盡量啦 好啦…好 棒… Santa Zemeli 然後好棒 謝謝 好 接下來要帶來第二首歌 然後就沒完沒了 後來家裡有客人 我決定約到外面去聊 對 不要再來家裡了 很恐怖… 很可愛對不對 Never ending 來 那個雲婷妳是 兩歲應該就被抱過去了吧 應該是 其實我也不記得 但我聽說好像就是媽媽有 剛好有認識的朋友 然後剛好就是需要一個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帶我去 然後我就很安靜也很乖 就沒有哭鬧也不怕盡頭 就有成功 基本的要素都在就可以了 天啊 兩歲出道好難想像 來 到底童星她們會遭遇到 什麼樣的問題再過去呢 來 第一條 年紀小無法理解劇情到底怎麼演 佩潔呢 對耶 妳7歲妳能理解嗎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當童星要有幾個要素 就是配合度高嘛 當然 然後再來是妳要穩定 在鏡頭前穩定 然後再來是 導演要跟你講故事的時候 你要很單純的去相信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演了一個 就太陽花 那時候大家都說我很會演戲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是天才同心 但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我根本不知道當下在幹嘛 對啊 因為那個戲是這樣子 就是王叔堅演我的媽媽 他們當時在幹嘛 他們知道啦 10年前 導演就是跟我下指令說 妳要又哭又笑 哭的原因是因為妳媽媽發瘋了 她就是因為爸爸飛機失事 然後妳就 這個太難了 然後妳要一個人 對 妳要一個人撐起這個家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曬衣服 轉過去看媽媽的時候 媽媽在唱歌 然後媽媽發瘋了 我轉過去看她的時候 她只要跟我對到眼 我就要跟她笑 可是導演說妳眼睛要含著淚 對 因為妳知道接下來 就是妳要撐起這個家了 這怎麼可能理解啊 我那時候才四年級幾歲 11歲 對 我才四年級 其實我沒有完全理解 導演要我幹嘛 但我心裡想的就是 好 我就是知道媽媽瘋了 然後我就是這樣演著… 導演就說很好 就這樣子一次OK 一次OK 好厲害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很會演戲 可是現在想起來 沒有那麼理解 對 只是懂指令了 導演說了什麼 就在片場導演最大嘛 來 有一次拍那個夜市人生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有一場笑跟碰拔 就吵架 碰拔話講完 他就一巴掌 一巴掌下來我要直接爆哭 然後接著把我的話講完 打巴掌嘛 所以接位就是 接位就好 對 鏡頭怎麼看比較好 對…先教我什麼 怎麼那個…怎麼接位這樣 好 就正式來這樣 五四三二 碰拔辭一講完 然後就真的這樣 真的傷你八掌 真的直接打我 然後就嚇到 我就想說怎麼跟排戲的時候 不一樣 因為說要借位 怎麼直接打這樣 但你有順著講話去嗎 結果那時候我就爆哭了 就直接眼淚直接噴出來 然後就接著把我的話講完 還好你有講耶 結果那時候卡 後來又再打一次 對啊 然後後來卡了之後 碰拔就跟我抱歉 他說沒有啦 後面跟導演討論 還是覺得 就是你那個情緒要真一點 然後真打It's OK這樣比較好這樣 天啊 有些一巴掌下來就呼傻了 就暈了 還暈耶 對不對 被打的還不需要功夫 打人才需要功夫 對…你才不會呼錯地方 對啊 有些地方你一趴不得了 受傷什麼的 來…又沉… 有一場戲就是說 小朋友蹦蹦跳跳嘛 然後跑到路中間 結果被自動車撞到 撞我的那台自動車 很大台的那一種 我其實也不懂那麼多 我只知道我等一下要被撞了 我很緊張 周圍的大人就在安慰我 就說你不要怕 他只是借位 他不會撞到你 假裝的 對 但那個時候其實很小很ㄎㄧㄤ 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借位 然後一開始我就看那個車這樣衝過來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是這一回事 好可怕 我快要嚇死了 那個距離還很遠 那個距離大概是我到憲哥這個距離 他只是從那個角度拍過來 好像你就在跟我車子 但是還很遠 我就先倒在地上已經開始哭了 搞得像假車禍 對 真的像來碰瓷了 不是像碰瓷了 對啊 遇之未來啦 對啦 然後大家都笑得不得了 包括我媽 我媽笑得最大聲 我那時候不理解他們在笑什麼 媽媽是親生的嘛 對 對 兒子哭成這樣 沒有想到他這麼單純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荒謬 是 真的太離譜 但是我比較有印象是上綜藝節目 然後因為比較小 然後我那時候跟姐姐是搭檔 所以姐姐講什麼 我就跟著講什麼 她的反應我也是跟著做 還有看大家觀眾就是平常 其他藝人的反應也是跟著一起做 人家笑妳跟著笑 跟著笑 對 就什麼都不理解 然後有一次是上S屆的節目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很介意 就是姐姐會去摸我頭髮 我那時候不喜歡人家碰我頭髮 對 然後S屆就說 我現在可以過去摸妳頭髮嗎 我就說可以啊 因為畢竟妳是前輩 大家就笑得很誇張 然後講說 怎麼了嗎 我只是一個尊重 然後跟一個禮貌 然後怎麼後面還被當作開頭這樣子 同樣同樣 對 但那就是大家要的效果 就是會不懂大家的笑點還是怎麼樣 你們小時候真的有被訓練說 講什麼就要立刻回什麼嗎 沒有 但是因為像我們 像宣傳專輯這種 對啊 我們會一直練 會練很久 然後可能比如說我們有出六首歌 然後就三首歌他講 三首歌我講這樣子 對 就會分配好 對 分配好 錯… 對 小朋友真的很麻煩 以前我跟憲哥 我們也共同有製作過一個節目 是 也是類似小朋友的來電舞時 我不知道憲哥還記不記得 這麼可愛 對…有一點在道德尺度的邊緣 但是小朋友交朋友很好笑 好可愛嘛 他們講話同言同語 比如說一個小男生四個小女生 或一個小女生四個小男生這樣 選擇對方 然後對 都有自我介紹 童言童言 然後唱歌跳舞表演 對 很可愛 最後還有一個拉票時間 就是說希望那一位可以選擇到我 然後憲哥就會在他旁邊講悄悄 你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選我 我會請你吃麥當勞 對 或是說你如果選我的話 我就把我媽媽送給你 這樣你爸爸就有兩個媽媽 然後那個小的 後面亂講 然後那個小孩就 聽到然後直接也就講出來 然後我們就童言童語很可愛這樣 然後那單元很受歡迎 但問題來了 有一天晚上 那個我們在錄影 錄別的單元的時候 那個就有記者打電話來 說小男生你們還在錄影嗎 我說對啊 是喔 有人檢舉說你們那個童星 現在幾點了怎麼還在錄影 對 不能超過晚上10點 8點 因為那個是之前有一個連續劇 林芝草人 那個連續劇就是因為很紅 那個紅檔的 所以每天要拍 後來就有規定各大電視台 你去那個棚裡面看 上面還有就是 只能到晚上8點以前就要收工 我說沒有啊 那個我們白天就錄完耶 他說真的嗎 我要去看 因為有人檢舉 這個我有深有淒淒淹耶 因為我以前是拍戲的時候 什麼8點那都騙人的 就是我們只要時間到了 然後聽到說有長官要下來查 我們就會被藏在那種 布景跟棚的中間 然後那時候就演戲演藝人 然後說佩潔要去躲起來了 然後我就藏在布景中間 然後還被那個木箱這樣疊起來 然後就蹲在那下面 然後要等那個長官巡視完裡面 沒有小孩了 然後我才能出去 這麼可怕 真的 而且那時候不覺得就是可怕 就覺得好像在玩躲貓貓 對 可是因為每天這樣拍這樣 我每天能睡3到6個小時就很厲害了 所以這個很容易長不高耶 是真的 對 就沒有 對啊 真的沒有長高 這幾個 對啊 我也沒有長高 又長很高了 好 來 下一條看一下 好 來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隻 好的 拍攝過程吃遍了苦頭 我記得那時候冬天 然後我要拍一場戲就是 我在溪邊奔跑 邊跑邊哭 然後就跑到一個定點的時候 然後就跳到溪裡面 可是那個冬天所以很冷 所以那時候工作人員 就幫我準備那個防寒衣 然後再包那個保鮮膜 那很刺耶 對不對 對 會很不舒服… 而且我要跑 所以我要跑一段再跳到溪 這這樣沒有辦法收音耶 因為你再怎麼講都是 對… 所以其實不好走路 也不好跑步這樣 所以那時候 而且因為換靜位 跳到那個溪水的點可能又不好 所以你要重複跑 重複跳 然後真的很冷 可是還有那時候工作人員 對我還滿好 就是我一上去他們就剛才 就眠那個毛巾 然後熱湯 然後什麼都 薑茶 對… 好可憐喔 你這樣子沒有童年耶 大概國小三四年級吧 天啊 等於不可能寫功課對不對 因為都在拍戲 都在忙 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還是要寫 還是要寫 好 盡量啦 還是要寫啦 雲婷跳過海 幾歲跳 應該也是國小三 四五年級的時候吧 也是很小的時候 對 那一次是在拍電影 然後有螢幕是 就是我在河堤邊 也在河堤邊小跑步這樣子 然後剛好有個轉彎處 後面有一台卡車要過來 要撞到我 然後我往河裡面倒這樣子 對 劇情 這是劇情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沒有辦法真的直接下去 因為衣服會濕掉 所以我們就是跟導演還有攝影機 就走位走個兩三次 就確定好說哪裡要倒 然後工作人員也有在河裡面 架小高台 然後有幾個工作人員 在那邊要準備接我 然後結果正式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小高台太小 或是那個距離不對 他們沒有抓對 沒有算好 對 然後我就跳下去 他沒有接到我 我是剛好撞到 小高台撞到我的腰這邊 然後腳也有刮到旁邊那個石頭 然後就有擦傷流血 然後我那時候就嚇到 可能是驚嚇過度 然後上來的時候就覺得很痛 就被他們從海裡面 河裡面撈上來的時候 就覺得整個身體都很痛 然後就很不舒服 然後就 對 然後聽說後面就是 有叫救護車送急診 因為我之後醒來的時候 就在醫院 對 這真的太恐怖了吧 但是沒有什麼生命危險 就是被下癢的這樣 昏倒還沒有生命危險 而且是小孩耶 不行啊 對啊 媽媽心疼死了這樣 對 媽媽也哭得很慘 但是後面那場戲 然後轉過去跟導演說 我不管啦 妳這一次 妳就是要給我雙倍的錢啦 不管啦 還在講錢啦 玩家是 媽媽很大 後面就是因為我那場戲 叫聲就真的很慘烈 就有通過 之後因為我送醫院了嘛 所以 妳也不能再重拍 對 所以就是有用一個 類似塑膠娃娃補一顆就是 入水的畫面 就那種普通的那種畫面 這樣不是會更氣嗎 就理解說 其實塑膠娃娃 最黑姐姐 為什麼要跳海呢 所以我才在講 差不多將近十年囉 那個美國好萊塢 是不准用真人去做危險動作 因為用CG就可以了 全部就那個Computer Graphic 那個動畫就好了 動畫就可以了嘛 來…佑辰妳也出過包 我在兩年前的時候 演大愛的觀音對我笑 就是演說小朋友亂玩嘛 然後跑到人家的菜園裡 把人家的高麗菜打爆了 結果爸爸很生氣罰我 然後打 然後我就是演跪在那邊 然後邊哭 邊跪 邊挨揍 然後爸爸拿雞毛膽子抽我 他雖然都有讓我 就是跪的地方有護膚 然後屁股那邊有塞一塊護具 但它不一定會打得很準 有時候不一定會打在屁股上 有時候可能會伸到腰 有時候可能會打到大腿 對 那很痛 然後後面導演又覺得說 那個角度 那個力道 那個感覺不對 所以又重來 然後我的腰又繼續被揍 拍了三個小時 我也跪了三個小時 跪到後面那個腳都麻了 為什麼要那麼可憐 沒關係 為藝術犧牲 拍三個鐘頭 那播出多久 30秒 應該3秒算9的 30秒算長 對啊 一個鏡頭這樣說 10秒差不多了 對啊 然後最切的是還用回憶帶過 然後跟很多非印非要 都是不清楚胡的 可是那一段拍了這麼久 白打了 來…NG怎麼辦 來… NG宇宙怎麼拍都拍不完 那佩潔背詞厲不厲害 小時候一定很強 我真的 我就是NG都不是在詞上面 因為小時候 其實都是媽媽唸給我聽 然後我就把它記 妳就背 我就背起來 好厲害喔 妳還不適智那個時候 對 確實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一直到就是我六年級的時候 女生在發育 然後尷尬期 那個時候才是我的NG宇宙的開始 因為我長得比較嬌小 然後我六年級要演一二年級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要演 跟爸爸媽媽這樣手拉手 很開心的說 有你們我好幸福 你們終於重修就好 那時候龍少華演我的爸爸 可是他就一直也覺得 我有點尷尬尷尬的 就是童心應該會經過那個 尷尬期的演技 就你會彎腰駝背 然後你沒有辦法很像 覺得最怪的 長胸部 對 然後你沒辦法像那個 小朋友那麼天真 對 然後要演那種就是 那種笑又會覺得很假 螢銀般的笑聲 對 你會覺得自己在裝可愛 所以那時候演那個戲的時候 我就一直就是 那個三角上面寫我要大笑 然後跟爸爸媽媽手牽手這樣 很幸福 可是我怎麼演都怎麼尷尬 然後一直演到導演就激將法 就說佩傑長大了不會演戲啦 就這樣 怎麼演都好像小女生就是笑不出來 因為我就變得比較少女那種 勉腆的笑 我就會講完台詞這樣 然後就一直被導演罵 然後就一直NG這NG 那時候因為那個NG又有壓力 然後因為你 NG最怕什麼呢 進去撞牆 對 已經不知道在幹嘛了 一直就會撞在這裡撞牆 你調整不過來 然後NG有壓力就上了 然後你那個小少女時期 又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然後又現場被罵 你就會更沒有辦法笑開懷 就表情越來越僵硬 好像尷尬…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尷尬 其實是最難演戲的 對 怎麼演都活潑不了 沒辦法 尷尬 真的 你那個有經歷過藝能界裡面的 這個叛逆時期轉型 有 因為小時候大家印象就是那種 我就是甜美乖巧的那種 聽話的代表 然後我一直到長大要轉型 有點像那個愛子現在這樣 我就會想說 我現在是一個那個少女 我要轉型 我要讓大家看到說 老娘長大了我就想不一樣 對 救自己 沒有人有辦法接受童心 稱呼自己是老娘 太詭異對不對 那是要說法 然後又會急著想長大 我相信對面的小童心 也會經歷過這個時期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證明說 我是大人了 我就去刺青 然後穿舌環 然後每天就是大煙燻著 妳還穿暴乳耶 這一張是看舌環 是看身材 沒有 我就是極盡可能的 讓自己看起來是一個大人 對 成熟感壞壞的感覺 然後還染那個紅色頭髮 跟那個變色片 OK 然後我就做盡了一切 讓別人看到我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兒童台的那個 邀請我當姐姐 後來一直到就是小燕姐跟我說 沛姐啊 妳要不要改天 不要那個大捲髮 髮拉頭 不要煙燻妝 就是叫我回到這個房 兩個辮子去找她聊 可愛的那個女兒 對 然後回去我就真的就是素顏了 然後她就說對嘛 因為那個 我那個樣子她覺得沒有欣慰 然後又看起來跟路上的 就是東區辣妹很像 然後後來我回到 比較清純的樣子之後 才好好的找一個經紀人簽約 對 才找到自己的定位啦 OK 安達宥時她本來也就經歷過這一段 對 對 她很可愛 然後後來就一直沒有長大 日本的 對 大家對待她的方式 就是妳就是同性 妳就是小朋友 對 她解釋青少年時 青少女時期 大家就開始覺得 妳是不是學壞了 妳是不是壞掉 變壞 可是沒有 她其實在找她自己 對 不然大家都會說小朋友這樣子 因為觀眾都會給一個人設概念 沒錯… 對 然後私底下 比如我到什麼地方出外景 民宿的老闆看起來 大家就閒聊幾句 憲哥 妳私底下怎麼跟電視都不一樣 我說 對啊 工作的角色不一樣 那工作也都沒有錢 我們私底下講笑話 又沒有賺錢 真的 童心常常會這樣 被叫做表演要哭給你看 他說你不是很會哭 那你現在哭一下 對啊 來 怡安 我是之前大概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一場戲就是 戲裡面的媽媽在房間裡面 被一個壞人欺負 就是可能被性騷擾 被性侵這樣 然後我就是要在門外 然後聽到媽媽 就這裡面非常淒厲的吼叫 尖叫 哭 然後我就要站在那個門窗 那邊哭 就是覺得媽媽好可憐 覺得我沒有幫上她 然後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一直哭 然後同居的哥哥就會來安慰我 我忘記那個時候為什麼 就是他可能詞一直忘記 或者是一直講不好 或者是站位站錯地方 然後就會一直咖掉重來 然後那時候對方 是跟妳大戲的那個 對 而且妳又是在哭要眼淚的那一種 對 就一直咖一直重來 然後就是 而且那時候我還滿小的 就是哭到就是沒有感覺 我覺得童心真的是天生的 妳真的問她說妳怎麼訓練妳自己 或什麼 沒有 她就是有一個感覺 或是妳跟她講一個故事 妳有同理心 妳就開始了 或者是心嗎 媽媽很會跟她講 對…不是 那個 威脅她 威脅她 就是她們 如果說如果你等一下不哭 我跟你講我回去有妳好看什麼 對 回去我就讓妳寫吧 沒有 可是因為沒辦法 不是 沒辦法 就是這種劇情啊 她哭不出來 全世界都在等她 媽媽也急了 會這樣 妳不要 妳趕快哭一哭好不好 妳趕快哭一哭 然後等一下帶妳去吃冰淇淋 對…先哭 後面再說嘛 然後那個落差很大 來 雲婷妳呢 我有一次是在拍大愛的戲 然後原本有一句台詞還滿長的 是哥哥 就是劇裡面的哥哥要講 但是那時候導演覺得 給我講比較適合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不太會講台語 就是通常然後劇本的時候 媽媽她會演對手戲跟演我的部分 然後演給我看 然後我再去學 然後再去記台詞怎麼唸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 那個導演就是臨時加一句很長的 對我來說很長的台詞的劇 劇子要給我 我就當下就很緊張 然後我一緊張就腦袋空白 然後我就一直卡詞 不然就是講錯了 所以就是一直沒有很順利的 拍完那一顆鏡頭 然後我就有點壓力太大 因為大家都在等我 然後我就 那一下子我就突然大爆哭 然後工作人員就來關心 就問我說 妳是怎麼 是給妳加太多台詞了嗎 我就說 不是是因為我一直卡詞NG 然後就拖延到大家的時間 就我很自責這樣子 然後後來導演他就來跟我解釋說 這句話他是 他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他覺得 為什麼給我講會比較適合 然後我可以用什麼樣的情緒 或是什麼樣的表情去講 然後我理解完之後 就有順利的拍完 有遇過導演會罵妳的嗎 也有耶 也有 但是那個導演是 妳哪個王八蛋叫什麼名字 妳講 直接公布 不用怕他 妳那個兩歲三歲 然後還要被罵怎麼可能 只要我女兒在片場有罵他 我直接打他了 真的 怎麼受得了 妳有被罵哭過嗎 一定有 有一個大堆頭的那個小朋友的戲 然後那個副導就開始一個一個捏 因為拍到半夜大家都很累 想趕快拍完 一個一個捏 真的 一排小朋友大概六七個吧 然後就 他就一個一個捏 不會哭 他就一個一個這樣 然後捏到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什麼妳要用這種方法逼哭我們 然後我就覺得 小時候我是那個小劉雪華 不能砸了自己招牌 我就一到他要靠近我的時候 我就很冷的瞪那個 是副導 然後我就瞪那個副導 然後我就開始流眼淚 所以他沒有捏到我 可是心裡好氣喔 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對我們這樣 但是小朋友心理壓力其實很大 還要被勤了 我真的覺得童心要漲工資 對啊 真的是 來 愛子妳的呢 分享一下 那時候演戴子英雄 就是最小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也是台詞很多 然後都看不懂 所以就是經紀人還有媽媽 就是在上面寫注音 然後我也是死背的方式硬背 所以也不知道情緒或是怎麼樣 然後光從四走的時候 就是詞就唸不出來了 然後到開拍也是 然後整個氣氛就很不妙 那時候在攝影棚 然後當然都不講話 然後連我媽都在旁邊快氣死 然後後面 我記得好像在整排 就是在排… 還在排四走的時候 媽媽就生氣這樣 媽媽就生氣 妳不是就更演不出來嗎 對啊 我知道 還有一場就是我要演大哭 然後導演在試打 試打我這樣 然後好像惹媽媽生氣了吧 那個時候 然後媽媽就一起罵 她就直接一起罵我 然後那時候只是在四周 我就直接大哭 然後導演就說 妳不要哭 妳的眼淚流著 現在不是哭的時候 等一下再哭 忍住…回去… 然後自己哭完之後然後下去 然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 不然等一下演戲的時候 就沒有眼淚可以哭 對 吳妍平大導演 她什麼 因為她處理的都是好少文 楊小禮 楊小禮這些有沒有 我們在旁邊看我說 糟了 這場戲我說 今天有這一場 可能會搞很久了對不對 真的水到取成耶 導演就慢慢走過來 然後我們這邊嘛 本來只是在對戲嘛 她就走進來 然後就開始罵 機器就在拍了 先拍著 機器就拍著 然後就開始罵 罵 她只要大聲 罵什麼不重要 對…聽起來好可怕就好了 對 就哭 開始哭了 然後開始 對… 難怪好上文的哭都是那樣 就是崩潰的 也是一個招式 對 要她不哭比較簡單 放飯了 好 麻煩 麻煩就好了 來…我們趕快來看下面一條 好 因為目前光鮮亮麗在校竟然 紅柴排擠 再來小時候應該有被霸淋 怎麼這樣子 沒有…也有功課的問題啦 對 因為小時候真的你不知道嘛 有的時候你就在那邊 然後有時候 比如說家長會 運動會 我們都很可憐耶 因為那天都不用上課 我也想要跟小朋友在外面玩 可是沒辦法 那就是因為家長會那個 學校都會寫說 所以歡迎家長立臨指導 是 你的家長就是一定要被請到學校 來大明星來 然後來 最討厭家長到學校了 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我想畢業是我頒畢業真實給他 而且越叫他低調 他就越高調 超級 你知道我爸爸那時候 穿一個夏威夷花襯衫 戴一個大墨鏡 這樣去學校運動會 你知道嗎 他說沒事 我大明星他們不會注意我 對 你最亮 全世界都看到你了 我跟你講 我去是錄影錄到一半 他穿錄影的衣服 我穿得跟一顆聖誕樹一樣 然後就來頒獎 他們隔壁班有面子啦 沒有面子很優戀 隔壁班的同學說 我們也要給五中線班 沒有… 我們讀學校的班級數很少 國小畢業只有六個班級 六個班級 大家都正常 然後輪到我們這邊突然 歡迎頒發證書的特別嘉賓 吳宗憲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好脫戀 可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已經在排隊了 他們說我們也有吳宗憲 你知道我高中畢業他穿什麼來嗎 他穿寶藍色斷面大肩膀的西裝 上面有那個羽毛還有星星 然後就這樣子 星星 對 他就這樣來 美國 他是穿那一件搭飛機到美國 然後他只戴了護照 還有兩雙襪子 因為我是從工作中飛過去 對 然後飛過來 然後一樣穿這樣在現場 然後一直說要低調… 不要注意… 你這裡有羽毛耶 誰不注意你 還有星星 來…佩潔…有這種經驗吧 我覺得在同學上面我算是幸運 可是剛到學校的時候 不像他們現在沒有髮禁嘛 我們以前有髮禁 然後 因為要綁辮子嘛 不能剪 然後每天要去學校 第一個要記得就是帶著那個 續髮症 訓導處有幫我弄一個續髮症 然後我到學校的時候 剛到學校就會被學姐盯上 學姐就會下來就是 不得了啊 對 拉你頭髮 然後就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紅 跟別人不一樣 還可以留長頭髮什麼的 然後她就說什麼 學姐就開始就是酸你 言語霸凌 對 可是我覺得 小時候我可能也沒有那麼 我就比較直腸子 我就說 我沒有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就要拍戲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是因為我們家要賺錢很窮 所以我才留長頭髮要拍戲 對 學姐好像聽著…也心軟了 但是她拉不下臉來 她就說 我不管 等一下那個掃除時間 就是第七節可以到那個樓梯口 就是叫我到那邊去跟她碰面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現在才第四節嘛 就回去上課 然後上上到第七節的時候 通常人家應該不敢去 但我就想說 好 我答應她 都約好了 我就來 對 我就要去 對啊 所以只是吃飯嘛 還有照聊天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就是傻傻的 而且我還一個人去 我就一個人去 然後學姐 去的時候學姐又覺得說 妳怎麼那麼有種 對 膽大 對 然後我又那麼矮小 然後可能我講話就是這個聲音 所以對她來講 她也覺得不兇 沒什麼威脅性 她說 從這以後 妳在這個學校就給我照 妳就是我的乾妹妹這樣 真的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 我說沒有啊 等一下要放學 妳還這樣跟她講 我覺得我膽子很大 然後我就講完之後我就說 要放學了 我要走了 我就真的回去了 可是從那一次之後 就相安無事耶 好像都沒有就是真的被拍 不怕她啦 不怕她啦 怕什麼妳不怕她 她就要怕妳了 對 傻抱怨啊 還記得學姐叫什麼名字嗎 不記得啦 怎麼會記得 OK 來 來 雲婷… 我小時候也是 一直在片場拍戲 就比較少去學校 所以其實跟同學都不太熟 然後就是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一開始同學就來跟我說 我昨天有在電視上面看到妳 妳是不是有演什麼… 然後我一開始就說 對啊 什麼之類的 就承認 然後他們就會說我很厲害 覺得我很棒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們私底下在背後 也會講說 當童星了不起喔 都不用來上課什麼… 他們可能就嫉妒吧 對 然後我之後就是 只要有人跟我說 妳是不是有演什麼 我都說 那長得很像我耶 我不是 就是都低調就是不想承認 因為我就怕會被欺負 大概上國中之後 開始要認真上課了嘛 就是比較少拍戲 但是我一開始都是 從小就在片場 有點像在片場長大 就沒有什麼跟同年紀的人 相處的經驗 所以一開始我也沒有辦法融入他們 然後他們也覺得我很孤僻 就不跟他們相處 童星是算比較早出社會 是啊… 因為都是跟大人玩 對啊 所以他們也不像大人這樣會 就是說妳好可愛喔什麼 然後就是跟我玩啊什麼的 所以一開始我也 同學說妳好可愛 跟妳玩 超可怕的吧 對啊 所以一開始就沒有辦法融入進去 但是後面就是 有開始慢慢看大家是怎麼相處的 然後就去學習這樣 所以現在就比較人際關係有好 這個東西從國小其實一直都有 然後也許是在拍戲會要轉學這樣子 然後可能老師會偏心 他知道我會轉學去這間學校 是因為要拍戲 然後老師會偏心 但是其他老師不會 像我自己就是英文沒有很好 然後英文老師就說 你這種東西就是要背啊 你不是會背台詞 你不是最會嗎 你為什麼連背英文都有問題啊 對 就是會背 老師就是嘲諷這樣子 對 然後這就算了 然後同學會 就是可能會不知道什麼心態 就會往我頭上吐口水 然後或者是 放學排隊的時候在後面擠 我還記得我穿個褲襪 然後短褲這樣 然後就在跑道上那個 整個褲襪都被磨破 對 就是有厚度的那種褲襪喔 然後就整個被磨破 然後膝蓋就是很容易受傷這樣子 好可憐喔 對 然後到國中 因為都 我都沒有再參加俗服 因為奶奶在日本這樣子 然後就暑假都會回去 然後可能同學就是會先加群組 就是可能在社群網站 然後聊天什麼的 因為我沒有跟大家融入 所以我都是開學 一個月之後才開始跟大家講話 不然前一個月大家都不會理我 然後甚至還會在群組裡面 這樣子 怎麼那麼可憐 到高中也有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國中比較有印象的是一個學姐 她就是會在樓上就 我童心了不起喔 就是會講這種話 對 什麼大牌子都是同一句 對 什麼大牌子都是同一句啊 對 他們都是同一句喔 沒有啊 還好啊 可見童心是真的了不起的 對 奇怪 沒有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我就會去回對 然後因為剛好在一個走廊 他在最頭 我在最尾 然後我就就是了不起 然後我就會故意這樣 因為我自己就會很生氣 不行 妳這樣就會 後面就沒完沒了 然後後面就進學務處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學姐就說什麼 我亂講她壞話 可是那學姐 其實我根本連看都沒看過 對 那是被人家亂傳話 就聽說怎麼樣怎麼樣 對 就很容易被誤會 總有他們小小的不一樣 一定是啦 同心的 然後在藝能界裡面 然後他們未來是什麼 妳算學姐了對不對 對 來…妳的轉變 妳等於是還在圈子裡面嘛 有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建議的 就是同心的那個抗壓性要很強 然後心態要 就盡量讓自己就是保持 比較單純的心 因為說真的妳比較早出社會 然後大家都會說 同心其實比較早熟 所以妳要保持那個單純 特別不容易 我覺得不管未來要繼續演戲 唱歌或是什麼 都要讓自己記得那個 那個初衷的那個喜歡 在這個圈子的心態 才能夠做什麼你都會去相信 你也才能享受 順暢的時候好好努力去做 我都會建議 包括可愛的女兒 叔叔都會叫她一定要斜槓 結果她也還滿聽我的話 因為她變成一個作家 對 萬一比如說沒有藝能界裡面的事情 就可能有一天沒一天 有一搭沒一搭嘛 對 妳也不可能永遠當個製作人 搞不好廢掉了都守不住 廢了以後她轉到圈內 你幹嘛 九命怪嘛 你幹嘛這樣死她 斜槓恐流 那時候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 對啊 更不要說什麼玉琳哥 趙哥 他們長那樣 他們會想到他們有那一天 沒錯 還出專輯 沒想到吧 對 在生命裡面 還表演 活在轉彎處 妳在轉彎的時候 不要被外拋就好了 Hold在那裡 對 好不好 妳現在愛子 現在主要是做什麼 我現在還在讀大學 然後是讀表演藝術系 對 然後前陣子暑假 就是有跟同學一起 然後我們用一個劇團 然後有表演在一歲節演出這樣子 對 也是往同一個方向 對 來 以涵 以涵還正在拍戲 其實現在還好 就比較沒有什麼戲 然後現在是剛上高一 高五 對 妳才高一 對 很尷尬 她整個人 很尷尬 很尷尬 要有對她戲錄的才有機會演 對啊 要不然舞台劇可以嘗試一些 我覺得 沒有 我會建議妳就是都先不要演 就是去忙妳的 然後妳有一天 如果人家又找妳妳就繼續演 沒有 妳也忙妳也忙出一片春天 就是剛剛在講的斜槓 妳這樣算有建議嗎 是啊 不然妳就讀書 然後做妳該做的事啊 OK 好 這樣得失心也不會那麼大 對啊 不然咧 對 稍微斜槓 那顯號呢 我現在還是有在 崗位人生 那是起 那個也滿久了 可是現在還是有 妳都拍人生戲 對啊 對 夜市人生 崗位人生 就現在還是有在 在就是持續拍 就是獨定這一個方面了 對… 來 宥辰呢 我到現在的夢想 都還是繼續拍戲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的 但是後面我可能對主持 還有唱歌都也滿有興趣的 都很想嘗試看看 你看五歲就自己很愛別 表演欲很強 對 OK啊… 但是目前還是要有一個工作災 比如家裡開了個老糖牛肉麵店 然後他也能唱一點嘻哈 或幹嘛 真的假的 誰啊 有誰是這樣嗎 陸戲派 這樣喔 好特別喔 我讓兒子撿回來了 那雲婷呢… 雲婷 我現在大學也是讀 傳播相關的科系 然後現在是在電視台當實習生 對 對 台前幕後都要嘛 對啊 就是因為我有台前的經驗 然後我想說可以去幕後 也學習看看 因為我也覺得幕後的人 都很偉大 很辛苦 然後就是了解一下 對 但是也是還想要往幕前發展這樣 可以… 這個就是斜槓 好不好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的一個經歷 一路走來辛苦 但是要甘之如魚 不是甘味人生喔 要甘之如魚 像糖果一樣的甜 對 到處你撒下種子 你哪裡要開出一朵花 你也不會知道嘛 是 對不對 祝福他們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小朋友們下次再見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